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联系说Linux的配套视频 在屏幕上有我和李明老师的微博联系方式 还有我们兄弟联的官方本台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联系方式 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今天是我们第二讲课 我们今天会讲Linux系统安装 大家可能很奇怪 一般都是我和李明老师一块来进行视频录制 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呢 明哥现在非常忙 明哥呢是我们兄弟联的主要负责人 所以事情非常多 比如说给小妹妹检查一下身体 或者忙一些其他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为大家录制这一节课 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讲 在第二讲当中 我们主要介绍这样四个内容 第一是Webware虚拟主机的安装与使用 第二是系统分区的介绍 第三是Linux系统安装 那也就说第三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这节课的重点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Linux是怎么样进行安装的 那么第四个内容呢 就是远程登录管理工具的使用前进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讲 第一节 VMware虚拟主机安装与使用 当年啊 在李明老师还非常年轻的时候 李明老师曾经有一次 学习一本系统的教程 在看书的过程当中 发现书上有很多安装过程的截图 李明老师就很纳闷 这个截图是怎么截的呢 因为系统在安装的过程时 根本就没有操作系统可以使用 所以截图软件也根本不能跟上使用 这个时候 李明老师临机一动 发现 是不是通过照相机拍的这个截图呢 李明老师非常自作聪明啊 就开始呢 每一个这样一个安装过程 都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照相机 拍了下来 然后呢把这个这个照片放到了自己的幻灯片里 而且还觉得非常美 知道吗 我告诉李明老师 其实啊 其实是有一个叫做VSO PC的这样一个软件 VSO PC呢 其实是早期的讯机软件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VR非常类似非常类似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软件呢 最主要的就是模拟一个操作系统 不需要单独在计算机上安装一个真实的操作系统 所以呢 截图软件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不再需要通过照相机来照 自从啊 李明老师用了VSO PC之后 腰不疼了 腿不酸了 身体味道 玄麻麻好 吃麻麻香 哎 这就是讯息软件最大的好处 好 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一小节内容 VMware讯机安装与使用 VMware是我们目前啊 使用的最为广泛和最主流的讯息软件 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一台计算机上 可以模拟多个操作系统 大家可以去VMware的官方网站 下载并使用这个软件 这是一个神奇的软件呢 我们很建议初学Linux的同学 用它来搭建你的学习环境 同时呢 我和沈超老师还有一个建议 初学Linux的同学 尽量呢 我们就不要尝试这种双系统启动的一个 安装的一个架设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Windows 你在学习的时候 不要用一个Linux安装盘 先把Linux也再装上 然后在启动的时候 可以Windows Linux登录的时候 做一个选择 这个看起来很牛掰的事情呢 第一个呢 其实真正的也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可能这个事没办成 可能还事未遂 然后呢 最后还把自己的Windows数据 给破坏掉了 对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事情 对 而且啊 在我们的真正的生产服务器上 也不会去安装双系统 这个很难想象啊 对 所以呢 也不必要去研究一些多系统启动的软件 嗯 那么从学习和未来在生产环境中 使用的角度上来讲 嗯 我们都推荐大家使用虚拟机软件 嗯 来搭建你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嗯 甚至在实际的企业应用里面 比如说你是一个程序员 嗯 你做一些基于环境的测试 嗯 用VMware也足够应用了 对 很方便 非常方便 嗯 我们说在一台计算机上 模拟两个 甚至更多操作系统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的机器性能足够 这里主要只是内存啊 只要内存够大 我可以完全可以模拟多个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来组建一个较为复杂的 这样一个实验环境 都是没问题的 而且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是基于你现在的Windows上的 一个软件 这个VMware 嗯 也就是说呢 你不需要呢 在不了解Linux之前 就去研究那些 很复杂的分区啊 等等这些概念 对 没错 然后防止了一些 数据的一些破坏的可能性 嗯 那么能够呢 很容易的来做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部署 嗯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呢 它你虚拟机装的系统 嗯 还可以跟你本身的Windows 进行一个网络通信 嗯 对 最好的一点就在于这儿 嗯 假设今天呢 在听这个讲座的同学呢 只有一台电脑 嗯 那如果做一些网络方面的 一个服务的搭建以后 嗯 怎么样来测试 嗯 或者是需要三台电脑来测试 对 那你只有用Webware 才能实现这个事情 对 它可以直接实现Windows 和虚拟机里面的Linux 做一个网络连接 对 虚拟机里面Linux 就跟一台真的电脑一样了 我们一旦安装完成之后啊 这个虚拟机安装好的操作系统啊 大家可以完全当成独立的 计算机对待 对 它的网络方便 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使用的也非常简单 那么第三点啊 就是说它呢 可以随便的调整它的印象配置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硬盘不够了 那如果是真实机硬盘不够了 我们可能大家首先要去中关村 买一个硬盘 回来才可以正常使用 对 但中关村水油那么深呢 对对对 老鸟去都不一定保证不上当 那但是呢 现在虚拟机啊 最大的好处就是 如果我觉得一块硬盘不够 只要我的真实机还有 还有剩余空间 我完全可以给我的虚拟机 添加更多的硬盘 对 理论上来讲 你可以一直添加下去 如果我们在书中里面 讲到的一些服务 像锐的呀等等 它是需要多块硬盘 才可以做这样的实验的 没错 那如果是不用虚拟机软件 那除非你是土豪的吧 对 真实的买几块硬盘 才能玩这个东西 对 但是如果用虚拟机 那真是想加就加的吧 没错 我们后面的实验 就可以看到啊 这样的时候 这样子有多方便啊 给大家的给的 VMware安装的计算机的 硬件建议呢 是这样的 CPU呢 建议大家使用 1GHz以上的CPU 这里指的是主频 内存呢 建议大于1GB 硬盘呢 你的空余空间 应该大于8GB以上 这个要求不高 我们现在的主流计算机 远高于这样的配置建议 所以呢 VMware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计算机上 我们现在不管是台式机啊 个人机啊 笔记本啊 还是服务器啊 都可以非常非常 轻易的使用 除非你是古董店的好的吧 如果是古董的话 你要看一下这个配置 如果低于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也可能能运行 但可能是像这个 蜗牛一样的速度 就会变得非常卡 可能你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耐心的 当然了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一些 超级本 那么这个配置比较高的话 你甚至可以同时运行 多个VMware 所安装出来的系统 对 比如说你想体验 不同的系统 你可以用虚拟机装个Linux 再用虚拟机装个Sand Solaris 我们前面也讲 它有PC的版本 也可以再装一个FreeBSD 你可以四个同时启动 好吧 那么只要你的配置足够高的 没错 其实这里主要是 还是要看内存 内存越大 这个跑起来 我们就会更加流畅 更加流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 安装VMware 这张幻灯材料上是已经装好的VMware 那么我们找到我们的VMware主机 我们用的是8.0.4这个版本 那么任何一个版本其实都可以 我们建议不要用太高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过高之后 它这个软件装完之后会非常大 给它占用硬盘空间 第二个呢 它虽然新版本带来的功能更多 但是这个新的功能主要是 对企业性应用的 比如说虚拟化呀 做集群啊这样一些工作 就个人用户来讲 我们其实低于8 或者最高不要超过8 就是足够 因为占用资源非常的多 其实呢 根据我平时使用的经验呢 我用更多的可能还是用7啊 什么就可以了 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8 那么打开它之后 双击它的安装程序 其实啊 这个东西的安装啊 跟装QQ没这么大的区别 都是Windows软件 Windows的这个好处就是 下一步下一步 就可以搞定了 好 它这个东西呢 可能需要稍微进行一些初始化 检测一下你的系统环境啊 检测一下你的那个CPU啊 现在已经开始了 好 那这个就是它的欢迎界面 我们在这里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nice 这会儿呢 让你选择 我是进行典型安装 还是自进行安装 那么都可以 典型安装相对来说 稍微简单一点 那我们还是推荐初学者 用典型安装 对 因为不了解嘛 所以大家就先别定制了 对当它更熟悉之后 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 当然说实际里话 Windows的这个软件自进制 它能进制的功能也非常有限 所以呢 还是 而且安装完以后也可以做一些 对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就选择 典型安装 安装完之后啊 会给你选一个安装位置 这个安装位置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 安装软件的使用习惯 对 给大家给点建议 就是尽量不要把这个软件 运用软件放到C盘 因为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 C盘需要一定的这个空间 来保证你的Windows运行 如果你把所有的软件都装到C盘 你的Windows会变得比较卡 第二呢 就是什么 如果软件放到C盘 我一旦充装操作系统 所有软件可能都需要重新安装 那如果放到D盘呢 很多一些软件可能不需要重新安装 就可以直接使用 就跟注册表关联性不大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 相对来说方便 那所以呢 我做一下更改 我在D盘下的Program当中 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VM VM 我把它装到这里 装到D盘 好了 当然放到任何位置都可以 看个人习惯 下一步 这话是问你呢 是否需要检测一下 我们的VMware的这个系统工心 还是这句话 我们并不太推荐大家使用更新版本 所以我把这个钩就去掉 不需要检测 不需要检测 免了他以后每次都提醒你 真的要攻击吗 非常繁琐 对对对 好了 继续 下一步 这块是问你呢 是否想要参加VMware的这个用户体验计划 也说如果你有报错呀 可以给他发信息呀 对对对 我们觉得还是因为作为服务器 或者我们作为教学的话 这东西很繁琐 所以取药法 行了 行了 这块是问你 是否需要在你的桌面 或者是开始菜单 创建快捷方式 这个根据你个人习惯 对 根据个人习惯 如果你喜欢放在桌面上 你觉得更好找 那就放桌面上 如果像沈超老师这样的话 他可能喜欢桌面干净一点 对 那就放在开始菜单里面 好 那这里我们就默认吧 两个都选 然后下一步 这个时候再剪Continue 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所以说到底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Windows软件的 一个过程呢 没错 他跟绝大多数的这个Windows软件的方法 都是非常类似的 虽然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Winware 但是呢 也不用在初学Linux的时候 把这个工具花很长时间去研究 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我们学习Linux的工具 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使用 我们不用过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对 我们会说一下这东西怎么用 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呢 也无所谓什么英文或者中文 很多同学啊 这个看到英文就头大 其实我也有这个感觉 超科当年是学医了 学医是五年制 我们每半年考一次四级 我总共考了十次 到最后一次连连全程通过 反正所以说英文一哈糊涂 这种糗事我们可以小抱一下 好吧 好吧 这个也是像鲁迅人家是弃义从文 你这是弃义从计算机呢 当然这个计算机语啊 归根结底到最后呢 不管对什么专业 不管你是什么方向 什么编程的 运维的 还甚至前台设计的等等 到最后 计算机语都是必须要克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很多最新的资料 都是英文的 没有中文资料 那这个时候呢 林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方法 那么推荐给大家 那么碰到不会的 反正就背一背 我们在前面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建议 其实呢 常见的计算机语语单词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 包括整个安装过程里面的 选项的单词 没错 其实所有的软件安装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这样类似的提示 对 这是一个很有套路的东西 对 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 这样就可以了 行了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 在我的桌面上 就已经出现了 VMware的图标 当我需要使用它的时候 双击它执行就可以了 双击它执行就可以了 对 好 好 安装完成了 在桌面上呢 出现了VMware Workstation的 这样一个图标 双击它 这就是VMware的主界面 主界面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新建一个讯机 在这里 当然 如果你有已经安装好的讯机 可以选择打开讯机 然后找到你的安装的这个位置 直接使用也是可以的 已经安装好的系统 对 虚拟机里面的这个镜像 对 直接调用 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别人安好的 逃给你 你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对对对 这也是讯机很方便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只能新建 单击它 哎 典型的Windows 这样一个软件的这个欢迎窗口模式 有这样一个安装相网 一步一步照着进行就行 非常简单 是是是 那么新建讯机呢 还是拥有标准和资金意 两种方法 还是这句话 标准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对 使用标准 那我们就用标准 下一步 这块是问你啊 你是用真正的你的印记 印件计算机的这个光区来安装逊机 还是使用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大家下载了Linux镜像 对 那么把它课程光盘了 选这一项 对 那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对 那我们还可以选择 是否使用ISO镜像 那我们这个ISO镜像呢 都是在散投S官方网站下载了 所以呢 它下载的默认就是ISO 所以可以选择这个 对 这样的话也 又省事又环保 对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选择 以后再安装 创建一个空的 原因很简单 如果选这个 你的所有的过程 简直下一步之后 安装Linux的过程 都不需要你参与 那首先啊 我们是在学习Linux的安装 如果完全不需要你自己参与 它自己装好 我们丧失了学习的这个作用 第二呢 是它装的这个系统啊 是最消化系统 不一定符合我们的这种 使用习惯或者使用要求 所以呢 我们还是选择 创建一个空白系统 以后来手工安装 这是我们的选择 对 这是很多新手要注意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出学的时候 就很困惑 这安装过程 怎么都没让我选 就自己一步一步 自动的就完成了 没错 那这好像是这个 VMware里面有一个 AutoInstall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把它选择掉 才能看到我们学习的时候 一些相关的选项设置 来进行学习的 没错 可能老一些的VMware版本 并不具备这个功能 但是现在这个 都非常智能 所以它就已经 帮你想的非常完善 这个对普通用户来讲很好 但是我们是要学这个东西 所以就手工安装 继续下一步 这会儿很清晰 问你 你在虚拟机VMware当中 打算模拟一个 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那这里有Windows Linux 还有什么 Noware Sound Solaris VMware 其他的版本 等等 那肯定我们要选Linux了 对 我们装的是Linux 装了Linux之后 我们已知 Linux现在的发行版本 众多 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 那到底你装的是 哪一个Linux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选 那我们装的是SantoS 如果是64位的话 可以选择这里 或者直接选择SantoS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们这个里面发现 没有SantoS 原因可能是你的版本过低 那这个时候 无所谓 其实选任意一个 2.6内核的 这样一个Linux 都可以 比如说 你完全可以选择这句话 Other Linux 2.6 只要是2.6内核的 任何一个版本 都可以安装 看你个人 看你的讯机 那我们就选 选SantoS吧 因为他有的话 就尽量选这个 好 下一步 给你的SantoS 这里指的就是 我的讯息镜像 起个名字 跟其他的镜像 能够区分开 最起码不会 重叠或者冲突 那我们就是SantoS6 Test 我们的学习用的 SantoS 这个可以随便起 你就算是想叫 Otherman也都无所谓 它会显示在你的 这个起始页的旁边 对 待会就能看到 那现在呢 给你的SantoS 选择一个保存位置 还是这句话 尽量不要放在C盘 你的C盘 剩余空间可能有限 也就是说 等稍后我们装Linux 所有的这些讯息 安装的文件 它会有一个保存的位置 对 那么这会比较大 对 所以说呢 你要放在一个 你自己想要存放文件的位置 没错 而且呢 你需要给它单独 保存一个目录 比如说 不能直接放在 D盘的根部下 而是放在D盘的 根部下的 SantoS6 Test的目录下 对 这样的话 我以后一旦不需要 这个讯息了 删除起来也会非常方便 直接删目录就可以了 只要是放到D盘 那就惨了 那到时候删就 各种各样的文件混在一起 就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很混乱 对对对 好了 那我们就放在D盘的 SantoS这个目录当中 下一步 给你的虚拟机 选择一个磁盘空间 它默认是20个GB 那么20个GB 足够 足够了 但是呢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我的D盘啊 总共就剩了5个G空间 你这个选20GB行不行啊 那我们说啊 问题不大 原因是什么 讯息现在非常智能 并不是说你选了20GB 它就马上就要在你的D盘里 去划分走20个G 不是 而是呢 你分完之后 你安装的这个系统 用了多大空间 它才会在你的D盘里 去占多大空间 这里的20GB是指啊 如果我从Linux里面去看 我的硬盘最大是20个GB 对 那所以说 只要我确定 我们的这个硬盘呢 只要我觉得我们 整个实验下来 有5个GB的空间空间 应该就够用 应该就够用 稍微保守一点5个G 稍微宽松一点 8个G到10个G 就够了 对咱们的学习来讲 就足够用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里选20个G 我们就默认就可以了 20个G 没有问题 好了 那我们就下一步 好了 就创建完成了 那就基本上都已经设置完成 非常方便 当然在这里可以 进制认件 这个硬件 来调整你的讯息 分配的硬件资源 现在全都是默认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 安装完成之后 手工再来调 都是一样的 对 那我们先减完成 大家就会发现 在起始页的旁边 出现了SantoS6 Test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这个讯息创建完成了 一个新建讯息 一个简单的过程 对 非常简单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更改一下这个新建讯息 比如说我们通过VM2已经虚拟出来了 相当于台新的电脑了 对 但这个硬件能不能做一些调整呢 当然是可以的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硬件讯息 当然也可以单击讯息选择设置 是一样的 跟单击这个 和在这个点击编辑讯息设置 是一样的 一个意思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做一些调整是 第一个是内存调整 首先大家要注意 给虚拟机分配的内存 不能超过我的真实机内存的一半 对 不能超过真实机 就物理内存 对 假设你是4G内存 那你这个一半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两个G 它现在检测出来呢 这个啊 我的真实机内存现在是八个G 八个G 那理论上来说 这个东西不应该超过四个G 但是呢 我们说啊 对三段四六以上的操作系统来讲 我们要想看到它的图形界面 它有一个内存的最低要求 这个内存最低要求是六百二十八兆 那也就是说 你给你的虚拟机分配的内存数量 不能小于六百二十八兆 当然我说 我们可以分配一个这两个G 但是我们只是做实验 又不需要跑更多的服务 也没有更多的用户连接 所以给它最强内存 我觉得最精进 好吧 我这比较抠啊 好了 就它了 六百二十八 然后在这里选择处理器 如果你的真实机有多个处理器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处理器数量 那现在我们的真实机只有一个处理器 那我们就选择一 那但是呢 我的真实机是 i7八核的这个CPU 所以呢 你的虚拟机也可以使用八核 这样的话 你的虚拟机的性能 比较上来说 可能会更加优化 但是看个人吧 其实你就是不改 它用单核也问题不大 运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不大 对 我们改成八核主要是什么 我们有时候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需要在虚拟机里面再跑虚拟机 这个东西对硬件来讲是一个摧残 这个时候如果不选成八核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不可能 那我们这里现在反正是录制视频 所以就不需要了 行了 CPU就是这样 硬盘呢 这就是我们刚刚创建好的第一个硬盘 这个20GB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里选择添加 选择硬盘 下一步下一步再添加多个硬盘 对对对 就像咱们前面讲过的一样 你可以添加很多个硬盘 而且大小可以各不相同 对 非常方便 我们后面做这个文件系统管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可能添加多块硬盘 来设置更加复杂的分区模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后面再说 那暂时我们就用这一块硬盘 足够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光区 在光区里啊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使用物理光区 另外一个是使用ISO镜像 那我们已知 我们现在要用的是ISO 所以呢 要选它 其次呢 要告诉虚拟机 ISO镜像在哪 我的ISO镜像在地盘 虚拟机镜像当中 应该选第一个 咱们这个SantoS6.3这个版本里面 有两个DVD的镜像 那肯定是按照顺序 我们先读取第一张DVD 对 没错 现在的6.3系统 大家可能会发现 SantoS5.5只有一张盘 但是随着它的这个版本的增加 我们的程序的增加 一张盘放不下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SantoS6呢 是两张盘 那它的第一张盘里 保存了它的主要的主体数据 第二张盘里 只是一些不太常用的软件 那所以安装过程 我们采用的是第一张盘 如果选择第二张盘 就会出现一部分的问题 好了 转接它 选择打开 就相当于把我的光盘 放入了光区 对对对 这里啊 给初学者有一个提醒 这块有个你连接 这个地方如果不打勾 相当于你的光区 没有通电源 那也就说 如果这块没有打勾 你就算把光盘 放到了光区里 你的光区 还是不会被 另一个启动检测 所以这个地方 要注意打勾 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这里是灰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还没有 启动我的计算机 所以是灰的 那也就说 在启动之后呢 如果发现了光区 没法读取 注意一下 看看这个勾打的 非常简单 那像软盘啊 我们现在用的都非常少了 这基本上我的习惯 就是直接把这个硬件删掉 对对对 就不要了 省得着它加载 它启动的时候还会检测 对 所以像一些声卡呀 对 软盘驱动器呀 对 像熏弹机呀 反正这些一般呢 我都是把它直接就删掉 对对对 这样的话 反而会拖慢我们的启动速度 对 在启动的时候就不需要 再去检测这个硬件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网络 这个网卡 它这块的这个网络设置啊 其实就是调整我们讯机 和真实机之间的网络设置了 这里的选项相对来说较多 那我们现在暂时还用不到 等我们把安装过程讲完 Linux的安装过程也讲完 开始讲这个远程工具连接的时候 我们再来详细介绍 这些网络的连接 那现在我们就干了 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把内存 改成了我习惯的大小 第二件事情是把光盘 放入光区 然后确定就可以了 这是两个基本上 我们在使用前 都需要做调整的两个设置 对没错 没错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 我们的虚拟机就装好吗 虚拟机 现在咱们是只是做了一个 基本的初始设置 对 我们给同学这样说 其实这相当于 你去中关村 传了一台电脑 刚拧完最后一颗螺丝 还没有装任何操作系统 只是准备了一个 这样的机器的壳子 那具体的这个Linux的安装 我们下一课来介绍 那但是呢 这里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些 Linux的这个 虚拟机设置的一些小技巧 有一些很神奇的功能 对 就是沈超老师这个 不传直觅言 好吧 那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小钟表 把鼠标放在上面 就会发现 创建虚拟机快照 点一下它 它会说 给你的虚拟机创建一个快照 把你当前状态保留下来 以后呢 你出现了问题 可以恢复到当前状态 给你的快照 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初始安装 初始安装 哎 这样的话 点击保存 就可以把你的当前的快照 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比如说呀 咱们在之后呢 把Linux装到了这个虚拟机里面 没错 那你可能启动啊 比如说要启动两分钟 对 那如果你下次呢 不想再启动两分钟 对 那你可以直接在启动以后 创建一个快照 对 然后下次启动VMAR 一读取快照 它可以比较快的 就到这个启动后的状态 没错 没错 这是快照的一个作用 就像拍了一个照片一样 哎 对 所以叫快照嘛 对对对 而且啊 对初学者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 初学嘛 很容易可能把虚拟机就搞崩溃了 对对对 那如果没有快照的话 你可能就得重装了 重装一遍非常浪费时间 那如果有快照 那太好了 哪怕我把整个系统彻底删干净了 我也可以直接恢复快照就可以了 对 那要想恢复快照啊 怎么办啊 这有个小班手 点击它 就会发现 我刚刚创建的快照在这里 只要单击它 点击转到 就可以恢复到刚刚的这个状态 就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但反过来一讲呢 其实每创建一个快照 它也会 占用一定的资源 对 要占用一定的这个资源 尤其是硬盘 它会 创建了很多相关的文件 对对对 大家小心啊 虽然快照很方便 提醒你们一句 真正的服务器 是没有快照这个功能的 对 这只是VM2的一个功能 对 所以你不能养成了这种快照习惯 在服务器上也建立这种快照思想 那就惨了 说我把这东西无操作了 我还有快照可以恢复 那就惨了 所以咱们在后续的讲解里面 在真正使用Linux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做好一些备份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个VM2呢 因为是这样一个讯机的环境 所以呢 它可以用这样类似快照的功能 对对对 那还没有 类似的其他的一些小的技巧呢 这是快照 我们说到这 如果我们剪辑讯机 大家会发现 快照其实就在这 就跟我们刚刚那个图片的管理是一样的 快捷键 但是往下走 管理这块 还有一个叫做克隆的功能 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克隆啊 顾名思义就是 克隆出来一个 跟我当前计算机 完全一模一样的计算机 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我需要做一些较为复杂的实验 需要两台Linux来做知识 这个时候 我可能需要装一台再装一台 那这个时候 最起码安装两边非常麻烦 第二呢 两台计算机会占用 两台虚拟机的Linux 会占用更多的硬盘空间 那克隆呢 它更方便在哪 一旦剪辑克隆 它就会生成一个 跟你当前计算机 一模一样的梭子系统 你当前是什么 生成出来就是什么 而且好处是 你的克隆机 并不像你的原始的计算机一样 占用那么大的空间 而是你的克隆机 实际上占有多大空间 它就会用多大空间 换句话说 我的原始机可能五个G 克隆出来这个新的 这个克隆镜像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 它可能只有几十兆 那就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了 我既有了两台计算机 而且它占用的资源 又比独立的两台计算机要少 这里克隆只要注意一点 你的克隆只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 真实机的另外一个镜像 如果你把原始的这个计算机 这个软件删掉 你的克隆机是不能跟当使用的 这个需要注意 那也就是说 克隆机删掉 不影响原始机使用 但是原始机删掉 会导致克隆机不能跟当使用 那这个呢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计算机里 现在什么都没有装 所以就算克隆出来也是空的 那我们演示一遍吧 管理 克隆 下一步 打算把你当前讯息状态 是克隆讯息状态呢 还是克隆我的某一个快照 我现在其实是有一个快照 或者我克隆我当前状态 都可以 下一步 然后呢 是问你是创建一个链接克隆 还是一个完整克隆 完整克隆应该就类似复制 完整克隆就相当于 你把你的真实机 这个原始机又复制一会儿出来 它就会出现什么 两个计算机占的是同样的大型 但这个好处就是 如果有一个你 一顿操作 被破坏的很糟糕了 但是还可以用另外一个 对对对 直接使用 那这个链接克隆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你克隆机会占的 这个硬盘空间很小 而且呢 我有两个计算机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使用 这个 这个链接克隆 下一步 给你的克隆起个名字 随便叫 他默认就叫某一个计算机的克隆 然后给他找一个位置 那我还是放在我们刚刚的这个地盘下的 算动S6 test里面 给他新建一个文件夹 以便待会儿好删除 叫克隆 确定 然后完成 稍等片刻 你就会出现跟原天的这台计算机 一模一样的一台计算机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那VMware的软件的使用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幻灯圈 看一下幻灯圈 幻灯圈上呢 首先看了一下VMware的安装之后的 这样一个界面 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样的 然后呢 告诉大家如何新建讯机 过程我们已经演示了 这是最基本的 对 然后告诉大家 可以通过它的硬件设置这个工具 来进行硬件调整 这里面最主要调整的就是一个内存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光盘 镜像 那么最后呢 网络设置也是我们后面讲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些虚拟机的技巧 这里主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快照 还有一个就是克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到此为止 然后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